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,请听大陆新闻。 张家敦,习牢牢掌权还是即将下台? 中国政局近期贫有异动,中共内斗清洗以及党魁习近平极权行动备受关注。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表示,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牢牢掌权,也有人认为他即将下台,但无论如何,中共及其政权都陷入困境。 张家敦是纽约智库盖特斯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,他3月10日在新闻周刊撰写文章,就中共两会的一些动向,评论中国的证据。 这篇题为《中国正陷入困境》,习近平可能即将出局的文章称,中共人大宣布总理李强不会在人大会议结束时举行记者会,打破了长达30年的传统。 在这令人惊讶的举动发生之际,有关中共在其周边海域的武装活动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出,暗示中共政权正在分裂,中国经济正在衰退。 官方称,去年经济增长5.2%,但国际机构认为约为1.5%,人们对北京唱好的经济报告越来越持怀疑态度。 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问题,包括通货紧缩加剧、房价崩盘、债务违约持续、货币疲软、资本外逃加速以及地方政府失灵,人口正在下降。 北京声称它正在依靠新生产力及高科技企业来实现经济转型。 但观察家认为这本身无法拯救饱受深层结构性问题困扰的经济。 张家敦表示,总理李强为了要服从中央,不想开记者会谈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。 究竟共产党内部正在发生什么? 由于习近平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不透明,外界难以知晓。 而这些事态发展正值习近平开始实施异常激进的对外政策之际。 2月14日,大陆三五快艇闯入台湾金门岛周边海域后翻船,两人落水身亡。 之后,台湾金门岛周边就发生了挑衅行为。 此外,中共近期在南海人爱交周围的行动非常具侵略性, 以至于美国国务院对此发出警告。 张家敦说,侵略性行为只是政权内部不团结的最新迹象。 例如,许多人预计习近平的盟友刘建超现在将被任命为新外交部长, 但全国人大未能宣布这一任命以及其他关键人士任命, 表明内斗已经很激烈,习近平未能如愿。 在两会前半天,还发生了多起不明原因的官场失踪事件。 失踪者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。 中共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,大批将领落马, 但官方只宣布他们中的部分人被免去人大职务。 张家敦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, 有观察家指现在共产党最高层内斗已经失控, 但其他人则认为习近平正在加强控制。 张家敦认为,无论习近平是牢牢掌权还是即将下台, 中共及其政权都陷入困境。 张家敦曾著有《即将崩溃》的《中国》一书, 在习近平信任的两名国务委员秦刚和李尚福先后被关押后, 张家敦在社交媒体X上再度怀疑中共政权内部的稳定性。 中共正处于危机之中,部分原因是整个国家即将崩溃。 他写道,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,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, 可增强免疫力, 是疾病无法入侵, 被称为万灵补品。 高利参,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。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,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, 白参,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,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,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,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, 另外, 人参灶带RA、RF、RG3、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。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, 灶火兴致进去,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,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,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,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, 是红参的六倍多, 是白参的16倍。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JY2024,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, 谢谢收听, 下次再见。